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豬右船指出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會跟各位聊聊時事文學還有雜氣雜霸的東西 上週影片上線的隔天 我就看到高雄市政府推出了高雄好家在的廣告 這是一個高雄市政府的政策 結合在地的餐廳、計程車業者跟LINE 鼓勵大家在疫情期間可以訂一些外食來支持店家 具體的政策細節可以交由專家來分析 但我感到震撼的是 這支廣告也拍得太好了吧 這真的是疫情突然升高之間衝觸完成了嗎 因此今天這支影片我想來分析 為什麼他們的廣告如此令人驚豔 首先我們要有個概念 那就是所有政府廣告一定都有政令宣導的性質在內 這種性質先天就是一種負面因素 很容易讓作品變得很難看 但這種性質又不能放棄 畢竟你政府花的是納稅錢 如果你拍了影片結果沒有政令宣導 那作品再好看也沒有意義 而高雄好家在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畫面跟文案都極為精準 每一幕都能夠看出高雄市政府 所要宣導的觀念 卻又沒有破壞美感 而在這些畫面的堆疊之下呢 最終有達成了非常感人 能夠安撫民心的情緒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段看看 他的每一幕呈現了哪些細節 第一幕在情節功能上就是建立情境 這支短片的情境是一家人的慶生 這可以從母親頭上的 Heavy First Day的帽子 還有桌上那個素胚的蛋糕看得出來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好幾個細節來呈現 這是一個疫情之下有點可憐的慶生 首先四個人當中有三個人戴了口罩 唯一沒戴口罩的那個人 我們在後面會知道他是獸心 連在家戶之中都戴了口罩 由此可以知道大家有多緊張 其次呢 媽媽上來的第一個動作是擦桌子 正常來說 我們不會在滿桌都是食物的時候就擦桌子 這個清潔的動作呈現了疫情期間 大家如臨大敵很緊繃的心情 第三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滿桌都是食物 但這些食物都是裝在免洗餐盤的微波食品 如果是平常的慶生 你不可能吃的這麼寒酸嘛 如果哪天就是有一個人跟我慶生 然後跟我講說那我們去Seven買吧 大家就覺得很崩潰 所以這是表達了三級警戒之下 你沒辦法好好吃一頓的一個心情 當然這些都是比較細的細節 不見得是每個人都能夠捕捉到的 因此畫面背後還放出了一個新聞播報的聲音 說大家因為疫情期間都不敢出門 這就是一個保險 他買一個保險 編導希望用這個小辦法 讓即使最漫不經心的觀眾 也能夠知道現在是一個緊張的疫情狀態 在第一幕的後半 其中一個人舉起手機幫全家自拍 好這裡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請你看一下手機裡的自拍畫面 有沒有發現大家在裡面都沒有戴口罩 外面的人有戴口罩 你自拍的時候為什麼裡面就沒有口罩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手機呈現的其實不是當下的實景自拍 而是去年的慶生 這是一個非常細膩的轉場手法 通過鏡頭的帶動呢我們很快進到手機那裡面 然後回到了去年全家聚餐的那個熱炒店 這個轉折非常聰明 不但用去年的歡樂來對照今年疫情的殘淡 你看連蛋糕都是去年那個比較精緻 熱炒店桌上的蛋糕很漂亮 更把這支短片的第二組人物帶出來 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熱炒店的老闆 值得注意的是熱炒店的老闆在這裡出場 講了他的第一句台詞就是 這是我自己滷的土豆 好用土豆來招待獸心 這是一個伏筆請你先稍微記起來 待會我們會再看到這個畫面 從慶生的家庭再轉到熱炒店的老闆 接下來短片要講的是第二組因為疫情而暗淡的人 慶生的家庭不能出門 而熱炒店的老闆也一樣沒了生意 這裡的編導只用了三秒鐘 就非常生動的呈現了這種困境 老闆和小女兒在家 然後店內沒有開燈 就是沒有生意才會發生的事情 不然店內就會開燈 而我們多想一下 小女兒為什麼會在家 因為全國學校都停課了 那小女兒在家老闆又沒有事做 為什麼老闆沒有陪著女兒玩呢 不但沒有陪著女兒玩 而且還是一個人憂鬱的望著門外 這就代表老闆正在煩惱的接下來的生計 沒有心情跟女兒玩 三秒之內資訊非常非常豐富 而且老闆望著門外的姿態 又順理成章的 把我們的視線帶到外面的第三組人 第三組受到疫情影響的人是計程車司機 首先是因為疫情空無一人的街道 接著換個鏡頭 讓我們看到憂鬱的司機 以及空車的燈號 這當然點名了計程車司機載不到客人的困境 另外呢這裡有個小伏筆 請你注意空車下方的小吊式 後面我們會再看到一次 這一段結束之後 本片的基本人物全速到齊 編導只花了19秒 非常精簡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在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呢 我們把所有的人物細節都已經攏好了 接下來就要看 人物之間彼此交織的關係了 而這時旁白出現了 我們仍然可以互相幫助這句話 就是預告了接下來故事的發展 轉折要準備啟動了 時間掐得非常非常準確 妹妹給媽媽來倒茶乾 讓暫時沒有客人上門的餐廳 為你精心烘調一道料理 一聲叮熱炒店老闆看著手機 這裡編導選用了一句很不錯的對白 是妹妹叫媽媽過來幫忙 她不必說幫忙什麼 也不必說我接到訂單了 我們從她忽然解開的表情跟熱氣的動作 就可以看出生意上門的興奮之情 而再一次旁白擔任了買保險的功能 確保觀眾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值得注意的是 畫面上呈現的是老闆的視角 旁白呈現的就是顧客的視角 兩者的敘事觀點是有點不一樣的 卻交疊在一起 她用這個方式來強化 是你的訂單讓老闆恢復了活力 這種溫馨的感覺 來鼓勵大家下訂 讓暫時無人可在的計程車 成為你的專車 為你送上熱騰騰的餐點 東西我拿走喔 幸好呢 掰掰 同樣的視角交疊手法 也沿用到計程車司機的這條線 她一樣有一個表情疏解 然後動作恢復活力的細節 可以說是上一幕的一個鏡像 而在這一幕的後半 小女孩出來揮手 除了小女孩很萌以外 連小女孩都出來揮手 更可以強化全家都因此燃起希望的感覺 請注意喔 特寫小女孩那一幕呢 畫面的左邊也同時放大 店家門上貼的那個黃色的高字貼紙 這顯然是高雄好家在的logo 然後希望讓民眾可以看到貼紙 就知道這是這個活動的合作店家 同時熱炒店是把餐點 放在店外的一張桌子上的 因此計程車司機取餐的時候 不會接觸到任何人 這兩個細節很明顯 就是我們最前面講的 這是為了政令宣導而存在的 接下來食物上了車 但鏡頭呢 卻只對準了食物的外包裝 沒有給你看車上的司機 這三秒鐘可以讓這組編導做很多事了 我們前面已經證明過了 他三秒可以拍超多資訊 但這裡卻只有特寫不動 這等於是他們花了很大的篇幅 要讓各位觀眾記得就是這個logo 跟他門上同一個logo 你要認這個logo 隨後食物送到了家門 司機下車把食物掛在門上 採用手機通知顧客下來取餐 這也是一個政令宣導的細節 全程貫徹了臨接觸 而在這麼嚴密的戒備之下 龐白說的是 讓此刻在艱難中度日的人們 有機會施展身手為你服務 這句話我很喜歡 他很精準的調節出一個不卑不坑的位置 你的訂餐是會幫到店家的 但店家也不是純粹等待你的施捨 你的幫助 他們有他們的身手 不會讓你被虧待 接著透過跟上一句龐白對賬的句子 編導把畫面過渡到顧客的家裡 讓此刻在艱難中度日的你不至於忘記 這個世界還能讓你感到幸福 原來訂餐的是剛剛慶生的那個家庭 這確實是一個需要 世界還能讓你感到幸福的時刻 這兩句龐白寫得非常感人 好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再注意一下整張餐桌的細節 並且把它跟第一幕對比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剛剛講第一幕那個細節 講說他那些餐盤什麼 有這麼厲害嗎 搞不好編導只是剛好故意放在那裡 我現在證明給你看 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他確實有操作的痕跡 首先你仔細看 所有人的口罩都拿掉了 氣氛變得很熱烈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你不會剛好讓兩個場景剛好相反嗎 第二個 菜策七彩分層 而且全部換上了正常的鍋子的盤子 不是剛剛裝的那個免洗餐具了 其實你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說 熱炒店的老闆 他的外帶菜一定也是用便當盒裝的 所以這裡的鍋子盤子 並不是自然如此 而是編導知道 要用這個細節來呈現氣氛對比 所以精準操作的 更漂亮的細節是 鏡頭轉移到了右邊第一人 他低頭看著紙盒上面寫了 壽星多吃一點這句話 打開來是一整盒滷好的土豆 說到土豆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這兩個鏡頭資訊量超多 一方面告訴我們 原來一開始沒戴口罩那個人壽星 一方面也是收束了前面的伏筆 老闆還記得去年來慶勝這一家人 而且他還記得去年 我就是招待了你一份土豆 所以他今年又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個細節真的很台灣 很精準的抓到台灣生意人 博感情的方式 一家人的美味 兩家人的溫飽 高雄好家在 整部短片最漂亮的兩句文案出現了 一家人的美味 兩家人的溫飽 這組對句非常清晰有力 把你定外食就可以幫助到很多人的印象 甚深植入 同一時間我也非常喜歡他處理兩家人的溫飽這個畫面 首先讓我們看一眼熱炒店老闆 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家人還有媽媽跟女兒了 所以只要看一眼勾起觀眾的記憶就好 不必多說 接著非常俐落的跳街鏡頭 我們回到了計程車司機 但影片只剩下8秒鐘 要怎麼在8秒鐘之內表現計程車司機的家人呢 說好了這是兩家人的溫飽 你不可以沒有計程車司機的家人 結果編導把鏡頭定在吊飾上面 特寫讓我們看到裡面有一位老人家 接著畫面一轉 背面的空車燈號熄滅了 因為有訂單了 這一下很短但真的是絕美 正面是空車的燈號 是一切焦慮跟快樂的來源 背面是家人的照片 是啊沒有生意的焦慮 本來在背後就是為了家人 而最後一幕 畫面利用大樓燈光的謝謝有你 再次溫情呼喚大家使用這個平台 請注意這個廣告的目的 不是為了宣導餐廳跟計程車業者加入 是為了宣導民眾使用高雄好家在的平台訂單 才能夠幫到那些業者嘛 所以這裡預設要感謝的你 通通都是可能訂餐的一般群眾 他希望讓你知道你的消費 不只是買到一份食物更會換到別人的溫暖 我也非常喜歡最後三方互助公益上路的收尾 全片看下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秒 市長的自我宣傳 別說市長 連一絲公務員的影子都沒有 而在最後他卻把這項政策定調為三方互助 是顧客餐廳計程車司機的互相幫助 而不是政府由上到下的互助 這不但展現了退居幕後的氣度 也用整部影片的氛圍 引導民眾用互助的溫暖眼光來看待事情 而有一種安撫民心的企圖 這或許也是這部影片可以拍的這麼漂亮的原因吧 如果換了一個更加自我膨脹的政府 不要說做不出結尾的高度了 恐怕連前半部影片的美學 都會在各種外行指導內行的過程中破壞殆盡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請追蹤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